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了百点 那美国最强的FAANG的五大天王 昨天有四档跌幅超过了3% 那有一档是跌了2%多 所以呢就全球的科技类股就出现了一个大震荡 那台湾这一波最强的就是电子股 所以今天当然就承受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中场的指数跌了153点 而且成交量呢是高达2299亿 接近2300亿 那指数那是一举灌破了季线 灌破了季线之后 那快要逼近了半年线 所以市场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惊恐 就是说开始紧张啊 那今天怎么会爆出一个这么大的量 一举灌破季线 就快要上到半年线 那除了美股的下跌之外 那其实今天量那么大 主要是最后尾盘的这一盘量是高达了728亿 那才让成交量来到了大概2300亿 那这个量是因为MHCI的记录调整 在今天尾盘我就做了一次持股的转换 那记录调整生效 所以单笔的700亿的量 那这个是记录调整所带来的 所以扣掉这个700亿的话 那今天台股的量大概是原本就是 在这一盘之前是1500多亿 那如果尾盘合理来说的话 100多亿的话 大概今天的量其实应该是大概1600多亿 但是因为今天记录调整 才让这个量一举的冲高到2300亿左右 所以这不会是一个长带量 所以今天你说是带量的沙盘 其实如果扣掉今天这一根量的话 其实就还OK 那这次比较好玩就是说记录调整 MHCI对台股的权重 它是调生的 所以理论上记录调整 应该是要买超 但是好死不死刚好遇到美股的大跌 所以今天的外资就卖超了 应该是大概120亿 所以卖超是短线 那量大是技术调整 那指数跌破季线是40 所以就短线来说的话 我认为最大的铁板支撑区 会在半年线 如果用120天的话是10529 那我个人是惯用大概130天的参数 大概位置在大概就10500点 你就抓整数 所以呢 指数杀下来是针对这一波上来创新高 做一个修正 那修正到前波的半年线的支撑区 其实我认为是相当合理 那那个半年线它是铁板 所以你说要很用力的 有效的跌破 我认为几率不大 因为今天是几乎调整 所以后面量不会那么大 而且MNCI实质上对台股市 调升平等 调升的权重 所以外资后面 不会持续的大卖 理论上他应该要买股票 但是又进入到12月份 外资就准备要放假 所以结论就是 那今天的量大 大概就一天 明年会恢复常态 外资不容易大卖 但是再来要放假 也不会大卖 所以呢 量在12月份 我估计可能会 慢慢慢慢的缩下去 因为外资要放假 那一支主导 那指数呢 预半年线 会有铁板的一个支撑 有机会做反弹 但你不要期待它B型反转 因为外资在这边要放假了 真的台股要有比较大的行情 应该在1月份之后 就指数的层面来说的话 所以再来就是 正式进入到内资为王的 小股做梦的标涨模式 内资主导的小股做梦行情的标涨模式 12月份正式进入到这个模式 所以呢 操作上就是你要买对股票 所以我今天盘中在解盘的过程 我就透过我的文章 在粉丝页提醒大家说 今天因为跌了白点 很多强势股也杀下来 那弱势股票当然也跌 强势股票之前追不到 那因为它们已经都在涨 所以今天因为大盘不好杀下来 弱势股票也跌 其实我就提醒大家说 就是说今天它是一个最好的换股的机会 你要趁着强的弱的都跌 把弱的换强的 因为什么叫强势股 就是因为大盘跌得太大了 所以大家都跌 但是呢 等到大盘一直稳 不要说大盘反弹 一直稳稳定下来 强势股马上反转向上 而且甚至用喷的 所以这叫强势股 所以呢平常你不敢追 但今天打下来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所以这今天或者明天如果强势股有低点 在这边你都要把握机会 赶快把资金换过去 因为呢 12月份要正式进入 以内支主导的中小型的股票的 做梦行情的飙涨模式 12月份 所以这个这段时间是你要 在过年前赚钱的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你真的要把握 要把握 所以把握震经的震荡 我给你讲盘跌不掉跌不让边去 好 那最强的 比如说 大盘跌了150点 结果呢 康控 真的是不愧是台股第一标股 到今天又收涨停板540点 所以呢 大盘 涨 它也创高 跌 它是往上喷出 除了美率 升报转让2000张的时候呢 一度打到跌停板402 11月16号402 隔天再沙滴拉上来 我就跟你讲说短线的修正差不多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跳出来说 康控涨完了差不多了 要挂了要反转了 只有我坐在这个位置跟你说 短线修正就到此为止 毛利率大好的公司 但是我没有看过股价在反转 所以才讲完没多久 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股价已经涨到今天是540元 所以从美率 升报转让之后呢 跌到366.5元之后呢 之后呢就涨到403 我说回归基本面 投信年底作涨股 涨到408.5元 428.5 447 创新高456 创新高466 涨停板512 再创新高531 昨天创高后拉回 我说呢 我们将会找机会 准备再带会员 找一个最好的介入点 再大买一次 再大买一次 那很可惜啦 今天呢 直接开高就涨上去了 因为呢 昨天公布了10月份的获利 那个数字真的是 有够厉害 有够厉害 那等我们再谈获利 那这一波从218到360 这是做第一段 做第一段 就赚了142块 65% 我就说两个三成获利 那之后呢 拉回震荡整理 344元再买一次 就这一路拉到今天 涨停板540元 再创全新天价 这一段又赚了186块 所以越赚越多 前面是赚140 这一段赚了186块 是53% 所以两次累积加起来 是328元一张 一张股票 两次的来回操作 当初原始的买金成本 是218块 就赚了328元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你当初 跟着我 在10月初的时候 买一张的康控 只要218 到目前为止 一张就赚了32万8 赚了32万8 所以呢 换算成报酬率 一张的报酬率 是高达150%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你是 跟着郑老师 买1000万的康控 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你不只是翻一倍 你是变成 2250万 赚了1500万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幅度的获利 而且呢 都是看得到 吃得到的 那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毛利率 第二季30 第三季47% 所以我就说 郑老师进入市场 21年 那我给大家 大家的一些超版心法 里面的第三条 我大概最常 引用的三条 第三条 那毛利率往上的公司 股价是最标的 所以美率之前 三毛转让2000张 我说我没有看过说 这个毛利率大好的公司 股票在反转向下的 我没有看过 只有大标 没有往下标的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这果然一路的 又标到540 我再创新高 那第二季 营业率只有6.5% 第三季跳到35%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夸张的成长的幅度 所以使得他的营收 在10月份穿高的时候 营收8亿多 那光一个月就赚了 超过2亿半 2.5亿 所以10月份的 单月份的获利 昨天公告赚了2.48 2.48 所以股价因为太标 所以被主管机关要求 要公布单月份的获利状况 就公布出来之后 更加助长 因为代表他标涨有利 一个月就赚了2.48 那当初郁金光股票涨到596块的时候 他第三季的获利数字是3块钱 3块钱 那最新公布郁金光的获利 一个月好像是1块4还是1块半 但是呢 康控的获利 已经快要接近是郁金光的一倍 那现在的股价540 都还不到郁金光当初高价的那个水准 所以其实在这边 我就说那会员的股票 其实也不必预设高点 不必预设高点 所以会员都已经赚了150%了 那在这边远远脱离成本 所以会员其实操作上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我昨天说原本今天打算要买 但是没有想到晚上公布获利 利多股票因为开高 那我也不喜欢最高 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动作 那股价涨到这个位置 你个人不要随便去操作 因为昨天 昨天光是从531杀到491 高低点就差了40块钱 所以这种高价股 你买对位置你可以大赚 买错位置 你可能当天你的亏损 那个幅度可能会不小 所以操作这种股票 你真的不要乱做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知道说 康控的目标价到底是看到哪边去 当然我心里很清楚 有我设定的目标价 但是碍于法令规定 我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媒体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目标价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知道目标价 或者是你想要康控来回做 架杀的操作 你来找我 我来告诉你目标价在哪里 我来告诉你这档目标要怎么操作 所以要操作康控 我想你来找我绝对不会错 要知道目标价来找我就对了 康控的部分 我想我就简单交代这个样子 那再来康控之外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档 55G的宣德 礼拜的高点62.3元创新高 昨天的涨停满再创新高率有3块6 那今天因为大盘不好 做了一个拉回 但是我认为这无可厚非 那拉回幅度很有限 那你不要去小看 后面的母公司 力讯的一个庞大的企图心 那力讯在台股 先后入股的三家公司 第一家是美绿 那市值400多亿 第二家是康控 昨天市值530 那今天又多了10% 大概已经570580亿的一个市值了 那可能再涨就600亿 那市值呢 一年之内从 大概50亿增加到500亿 成长10倍 那再来入主最久的是宣德 市值目前只有100亿 所以他入主宣德最久 而且今年正式派出他的业务大将 业务的第一大将 来任宣德的总经理的职务 那在中国大陆那边 两者力讯跟宣德和射的场 他是让利给宣德持股比较高的一个 这个%数比重 那最近呢 市场报导也有提到嘛 宣德呢 先拿下AirPods 利讯拿下AirPods 就是那个 那个Apple的无线耳机的订单 那个音乐打的订单 所以呢 这个部分 未来呢 会有订单要分给这个 宣德的部分 所以利讯拿单子 再溢注到子东斯 那另外 那美绿当然也会有嘛 因为这是耳机的部分 那另外 天线的部分 手机天线的部分 Apple的部分 据说利讯也在抢单 所以未来利讯是主要的拿订单的 那生产部分会灌单给旗下的这些公司 所以呢 当美绿市值400多 康控市值500多的时候 那宣德目前市值只有100亿 我不要说 未来一年变成四五百亿的市值 当然我认为那个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做连接器的 连接线的 线材的公司 它的利润没有那么高 那市值不太容易那么高 但是 以目前市值只有100亿来看的话 那当然未来 整个市值的一个 这个成长空间 跟比价的空间 市值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呢 前两天都上升高 昨天还涨停板 今天拉回幅度有限 不要去小看利讯的戏图心 所以利讯呢 可以说是在 在中国那一端 成长非常快速的集团 那在台湾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再来 昨天呢 我们买回来的一档 就之前操作过的 大赚的股票是 615的汉讯 昨天早盘买75元 尾盘是强收涨停板 那再度出手 又再度涨停板 而且为什么昨天要买 因为我判断 昨天它就是一个 股价的发动点 所以带会员 就是尽量去找 那种股价的发动点 因为有时候布局太久 会员其实他会觉得 很难耳耐 所以呢 以郑老师的一个工作 就是尽量去抓那种 强势股的发动点 所以昨天一买就涨停板 一出手 而涨停板代表又很精准的 抓到这个股票的一个发动点 结果今天呢 连续两天 开盘还一度翻黑之后呢 股价翻红 10点左右 就拉上涨停板 最后虽然没有收涨停板 但是那收在涨停板附近 那涨停板价位是86.7元 也是一样跟价控一样 在大盘跌的150年过程 是大涨 而且连续两根涨停板 是创下挂牌的全新的天价 也就代表今天 不管你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 你持有汉迅的部分 到今天为止 你99%人全部都是赚钱 因为他是创了挂牌的新的天价 所以没有股东是套牢的 那昨天买回75元 那今天就来到86.7元 短短两天赚了11.7元 就赚了15.6个百分点 就两天就15%了 所以你说强势股一档 接一档每一档都目标赚三成 其实两天15% 你说明天或者下礼拜 那去达成会员下一个三成获利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很高 几率真的很高 那为什么这么强 当然前一波为什么这么强 就是因为第三季的获利是5.58元 所以一季赚5块钱 前一波涨到84块 我想这叫合情合理 结果涨完之后 因为10月份就是有放假 进入第四季比较淡的一个季节 所以营收掉下来 所以股价因此回撤 回撤整理完之后再度发动 那第四季推估 营收估计会维持在4亿 单月4亿左右的水准 那大概每个季 每一个月可以赚到1块钱 所以第四季推估可以赚3块 虽然没有第三季的旺季好 但是一季赚3块钱 那对于一家连100块钱 都不到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获利还是非常突出 非常突出 尤其是比特币 在昨天又涨到1100美元 虽然一度做了十几%的一个拉回 但早盘我看了一下 比特币的传要价 还是在10,000大概400多左右 真的非常强势 那真的涨翻了 一个月前不到 还一度从6,000多回挡到5,300 结果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时间 已经涨到1,100 光是比特币在过去 这不到一个月时间 涨了一倍的时间 所以当然后面那个商机 那个题材还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比特币大涨 对汇图卡本来就是非常大的注意 那重点在于就是说明年 AI市场非常的大 那AI跟汇图卡什么关系 跟汉运什么关系 因为NVIDIA今年涨什么 它主要就是在涨它的AI的晶片 因为未来AI的运算 会用到大量的汇图晶片 来帮助AI做一些运算的处理 那你要有AI的晶片来做AI的一个运算 这个汇图晶片来做AI的这个晶片的一个处理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汇图卡的部分 所以未来包含比如说物流 会大量采用AI 未来比如说机器人 会大量采用AI 而比如说医疗的部分 会开始大量采用AI的一个晶片 那这里面都会需要有汇图卡 所以汇图卡未来除了挖矿之外 在AI这一块它的商机更大 商机更大 所以它除了比特币的题材 明年将会进化成AI的概念股 AI概念股就跟当初的创意一样 所以同样是比特币 同样是创意的这个这个AI的概念 创意那个什么获利 一季赚一块二股价涨到三百多块 汉讯一季是赚五块钱 那第一次可以赚三块钱 明年推估可以赚个十块钱以上 那目前股价的一百块都不到 当然未来这种股票都已经突破了钱高了 那再来涨上去的速度 我认为将会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帮大家选择真的都是最强势的股票 所以你要趁着今天大盘的拉回 把你手上的持股部位做一次 这个总整理好好调整 调整到第四季真的会标 年底会标大标特标的股票 就像康控和汉许这种股票 那不晓得怎么做 你跟着我来 所以狂赫康控掌停板创新高 汉讯连两根掌停板也创新天价 333一路大发特发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要成为 郑老师的333的一个备利会员 今天还是只收一个月 只收一个月 那机会真的非常难得 把握大跌的买进机会 利用333只收一个月的优惠 赶快加入我们 我带你把持股做最好的调整 来买最强势的标股 那再度复制 康控跟汉许的大涨的一个绩效 那赶快把握机会 等会我们再聊 下个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大盘今天跌了150点 那好不容易等到强势股 因为大盘的拉回 也跟着做一个修正 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因为你强势股不趁拉回买 你到底要趁什么时候 比如说昂宝 礼拜一我们是买275 那当天来到289.5元 当天买进就赚了 那隔天也是一样的高点 那礼拜三最高来到300 那今天盘中一度杀到最低点 来跌破了280 那我们在尾盘280块的部分 让货源再做加码 结果尾盘拉上来 收在290块半 那今天趁几点一买 就大赚10块钱 所以这个就验证 我说的你这种强势股 就是要趁他杀盘的过程去买 你很容易当天就赚 或者隔天就大赚 那他是最强的补兆股 因为获利IC4股第四名 但是股价大幅度落后 像信华 翔硕 联巴科 这些获利甚至都比他差了公司 所以他是长期低估 那这一波他是会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IC设计股 这个补兆股 那这种高价股其实涨起来 你说赚个50块100块 这是常有的事情 原相看法不变 所谓创新高 今天拉回 趁人拉回做买进 毛利率创新高 股价都最强 Switch明年要上看3000万台 要调高一倍的一个空间 那明天还要推出AI的新晶片 他将会取代创意 成为IC设计股的全新的指标股 所以帮你看的这些股票 其实都是最强势的标的 涨不用追 拉回买进 我相信很容易都可以赚钱 那更强势的像汉迅 昨天一买就涨停 今天又连续拉出第二根涨 创新天价 挂牌新天价 第三季推估 第三季赚5.58 第一季推估可以赚3块钱 比特币已经涨到1万1000美元 明年还有AI的市场 对于惠图卡的市场相当相当大 所以明年的汉迅会赚得比今年更多 今年更多 股价突破前高 股价一飞冲天 那这款股票要帮会员赚三成 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至于康控 那今天又涨停板 再创新的天价 股价来到540 那这波下来已经赚了328块 赚了150% 当然这个位置也不建议大家再追高 如果说你想知道康控的目标价 欢迎你打电话来问郑老师 我会告诉你怎么操作 他的目标价在哪里 那我教你怎么操作康控 那趁着大盘 大跌下来很多股票 有出现很好的买点 在这边你要积极的买进 积极的调整持股 所以不要怎么做的 那最好机会就是利用今天 狂赫康控涨停板创新天价 汉迅连两天涨停板 也是创新天价 都是创挂牌的新天价 会员没有一个人是亏钱的 所以333这一路走来 一路大发特发 那今天我们333的倍率会员 还是只收一个月 只收一个月的费用 机会非常的难得 把握这个机会 我来帮助你调整持股 买进最强势的标股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再见 并自负投资风险